大乘护法 魅必的 开发自信的智慧 自信是宝藏 什么都有啊 我们去开采 用什么开 用戒定 戒定就是开采 自信智慧宝藏的工具方法 不能向外求 外头没有东西 大臣叫上佛说 心外无法 法外无限 心外无法 你在心外怎么能够得到智慧 怎么能得到 都能向后 得不到 全要从自己 自行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大臣修行人 对佛有信心 身体重不重要 身体重要 怎么样照顾 阿弥陀佛照顾 海賢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方法 身体有什么毛病 它能够帮人治病 它用什么药 外面花草树木 它随便念一点来 就是药 就能把人病治好 什么病都能治好 这是什么 因为一切花草树木 都是自行变形 只要有信心 实际上 全是信心之好 你对佛菩萨没有信心 对自己没有信心 这很可怜 为什么呢 自己的本能 完全失效了 药物靠外面 要靠外面的药物 药物都有负责 从这个地方 去真正体会到 幸福这个性质 好难啊 太难了 过去我收集 出家 我两年之后才收集 收集之后 当然第一个 去拜老师 我的老师 黎宾南老去死 我到慈光图书馆 他在里面 我在大门外看见 看见我就指着我 大声跟我讲 你要幸福了 到里面去之后 他说你坐下来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说我不懂 我要不信 我怎么会出家 怎么会去收集 当然幸福了 你给我讲那个信 所以我有疑惑 他就告诉我 有八十九十 老和尚 到临终还不幸福 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这个幸福里头 带着怀疑 不是真心 不是净心 里头就掺杂着怀疑 有很多疑惑 有很多疑虑在里头 这不信 不幸福就不灵了 信他就灵了 为什么海贤老和尚 那么灵 他没有怀疑 我们今天怎么不灵 有怀疑 怀疑把信心搅乱了 信心不纯 问题在这个地方 不能 不知道 佛没错 精美错 我们学错了 自己不知道 你看 信 运信 信 半信 半疑 那个怨呢 就不是真的怨 想往生 对这个世界又留念 又舍不得去 明文立扬放不下 欲望还是在膨胀 这个障碍从自己来的 不是从外来的 你的心不清净 你没有通过接听会员 你没有修过这个 所以成就就难了 那我们今天也真正成就 万云南 万云方向 却底放下 那什么都不要去理会了 一心念 好好照顾这个话头 禅宗家的 这话头 我们的话头 一句阿弥陀佛 千万不要丢掉 分描必准 分分描描 多事阿弥陀佛 我们净土中 这真正叫净 现在我们修的 现在我们修的净土中 净土中进 我们自己心不净 入不了净土 阿弥陀佛 就不能进去 感谢观看